欢迎收听快川,我是顾清。哥大人,能够跟你死在同一个地方,是我顾清的荣幸。 第347集 汕水死后,小巴带着南巡回到了星辰空间。南巡坐在原地,双目望着头顶的星空发呆。 小巴煞风景地来了一句,喂,你死的那一瞬间,欧钱许久没动过的黑化纸长到一百了,你应该庆幸,在你死后他才成为了个变态。 南巡目光一动,瞅向眼前那匹高头大马。 喂,干,干,干嘛这样看也? 小巴呛咪咪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小巴,你说我好端端的,怎么就死了呢?还是以这么窝囊,这么狗血的死法?车祸? 不知道啊,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,爷爷吓到了。 真不知道,有车冲过来了,你怎么都不提醒我一下? 在你冲出去之前,我就说让你停下了,你没听到吗? 南巡直勾勾地看着小巴那张表情很人性化的瘦脸,见他不像说谎,眉头不由猝了起来。 可是,他真的没听到啊。 现在想想,有那么一瞬间,好像真的什么都听不到了,等到他被车撞飞,所有的声音才像是从什么闸口里冲了出来。 他终于知道了,那是天道。 是他做了什么让天道生气的事情,所以他在惩罚他吧。 南巡斯来想去,还是不明白,世界的主线明明都完成了,契运子有了自己的归宿,跟他的真命天子陆世天在一起了。 逃到国外的小三后妈和欧杰,据说被人骗了钱财,过得很凄惨,坏人也有了该有的惩罚。 就连大反派欧钱的恶念值也被他完全消除了,所以,到底是哪里不对呢? 小八,你说上个世界的主线,到底是什么? 我不是说了吗?上个世界的主线很模糊,我也不清楚。 我原本以为,主线就是欧星朵和陆世天在一起,欧星朵消除了大包子恶念值,最后欧星朵继续传播真善美,可现在看看好像不是这样。 小八的某一句话,让南巡目光一动。 我明白了。 你明白啥了? 上个世界的主线只有一个,那就是通过气韵子传播真善美。 所有的支线都是为了这一点服务的,所以欧星朵必须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。 欧家这个大家庭不能破坏。 欧钱干掉了他老子,还收购了欧氏集团。 小三妈和便宜哥,弃欧氏豪和欧星朵而去,这完全颠覆了欧星朵的世界观。 如果连他都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,他还怎么传播真善美啊? 所以从欧家分崩离析的那一刻,我们就已经把主线破坏掉了。 我去,我们怎么不早点发现? 早点发现也没用,欧钱不会放过欧家的。 所以你不是无缘无故横死啊?你是被天道爸爸弄死的? 是啊。 啊,好怕怕哦,天道爸爸果然盯上我们俩了。 那你还要不要功德职了? 当然要了,不过我们先还几天,干我们这行的又不止咱俩,说不准过个几天,天道爸爸就盯上别人了呢,刚好你也可以休息一下嘛。 小八,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,小八不好意思地掉转头,将兽屁股对准他。 我一直都是只善解人意的兽手啊。 小八,现在还差多少功德职了,你不能光给我画大饼,总得给我个具体数据吧。 哦,快了快了。 南巡朝天翻了个白眼儿,算了,我不问你这个,你什么时候给我个奖励,比如说让我回现实世界瞅一眼,或者去第一个世界看看我的蛋蛋也行啊。 小八直接甩了甩自己亮晶晶的尾巴。 下个世界你要是好好表现的话,我可以考虑哦。 这么说,你是答应了? 啊,对啊,前提是你表现好的话。 那还等什么,快走啊。 哎呀,不急,等个几天,你怎么都不问我下个世界是什么呀? 随便什么世界。 哎哟喂,亲爱的,你什么时候这么懂事儿了,都不挑剔了。 南巡知道小八很坑,但当他在新世界睁眼之后,他还是懵了。 他躺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,四周的墙壁连同脚底的地面,全都泛着金属光泽,触感冰冷。 片刻后,南巡接受了脑子里的记忆,对此只想说一句,嗯…… 小八嘻嘻笑出声。 怎么样啊,对这个世界很满意吧? 高科技的星际世界,让你这小土包开开眼,长长见识。 而且呢,我给你找了个特别碉堡的身体。 帝国最年轻的少将还是个女少将呢? 基因等级和精神力等级,都是极其少见的S级。 地位尊丑无比,而且我知道你喜欢黑眼睛黄皮肤。 这位顾卿少将,拥有古老的华夏血统,绝对符合你的审美哦。 呵呵,可是我马上就要去赴死了。 这一次,我被派去剿灭洛特星球上寄生的虫族,九死一生。 啊,亲爱的,你好聪明啊。 你怎么知道顾卿少将马上要死了? 顾少将跟着阿曼达上将一起围剿虫族, 结果全军覆没,阿曼达上将逃了, 而顾卿被虫族分而食之,四状凄惨。 南巡辅了辅额,又问, 为什么给我找这具身体啊? 除了严好地位高, 是不是还跟这次的反派大boss有关? 哎哟,亲爱的,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 我跟你说,这次的大boss,可厉害了呢。 他可是,进入星际时代以来, 基因等级和精神力等级都达到了SSS的, 前无古人和无来者的帅的一匹的最年轻的元帅, 哥洛斯雷梅迪奥斯。 什么鬼?名字叫啥? 哥洛斯雷梅迪奥斯。 再说一遍? 忘了。 哥大人,我原本就没打算活着, 但现在,我愿意留下来陪伴你。 不管你曾经发生过什么, 你始终是我心里的英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